第一輯 戲劇人生 唱紅葉鎮堂 上回說到老友林子祥 這次讓我想起另一位EMI的歌手 都是我的樂壇老友 他就是葉鎮堂Johnny 來自澳門的Johnny 中國畢業後一心來香港發展 但事與願違 未能夠找到他想找的洋行工作 為了生計 最後經朋友介紹 去過酒吧演出彈結他唱歌 隨後又在機緣巧合之下 先後組成了樂隊New Top Looks 和馬正堂 但論到真正酒紅 一定要數1980年的主唱麗的劇集 浮生六劫的同名主題曲 和插曲 戲劇人生開始 相信很多歌迷都跟我一樣 都是被Johnny那把慈聲滄桑 感情豐富的歌聲所打動來 在他的歌聲裡 好像 好像 吻吻了無數起伏跌蕩的人生故事 容易令人產生共鳴 還記得戲劇人生一出 隨即大受歡迎 電台熱播 播放率 還比主題曲浮生六劫 尤其是劫尾那一下 假音真是令人驚嚴 唱功備受歌迷讚賞 戲劇人生這首歌 起初本來是由 劇中的女主角馬敏儀所唱 但因為不知什麼原因 可能效果未如預期 這首歌又要趕著出街 於是當時的麗的電視音樂總監 黎小田就找了Johnny再錄 所謂人有人命 歌有歌命 臨危壽命再錄的Johnny 唱出了百轉千回的滄桑感覺 歌曲好像為他量身訂造 最後劇紅、歌紅 Johnny的知名度當然也大增 Johnny還告訴我 小田又是喜歡我聲音夠慘 因為百樂黎小田的賞識 本來唱出歐西流行曲的Johnny 其實講起他唱英文歌 加入了New Topnox之後 他亦都是New Topnox的主音歌手 陳潔玲的第二男歌手 當然後來獲得首次唱劇集主題曲的機會 成績非然 成為了他人生和歌唱事業的重要轉捩點 當年的戲劇人生 不但得到香港電台的十大中文金曲 更令默默耕耘 近十幾年後單飛的他 中尚酒紅的滋味 個人發展 一炮而紅的Johnny 從此避受禮的重用 到先後主唱重頭劇歌曲 除了《浮生六劫》和《戲劇人生》之外 還有《大內群英》 《太極張三峰》 《玉血太平山》 《爪不著藉口》 《幼合張三峰》 和《大合霍元甲》等等 時至今日 早已成為了熟年歌迷 電視迷已受兩場的經典金曲 亦令Johnny成為當年主唱劇集歌曲 最有號召的歌手之一 唱片銷量 呂獲佳織 賣過滿頭號 《玉血太平山》那隻碟 賣了二十萬張 真是恨寫現在的唱片歌手 現在的能夠賣到 他的二十分一 即是一萬隻 已經開香檳了 當然 這些成績 就是將Johnny的歌唱事業 推向另一高峰 1982年 葉振堂轉頭無線 一樣唱了很多繪席人口的劇集歌曲 一首《亡盡心中情》 真是唱到皆知項雲 成為了他歌唱事業的另一代表作